瑞芳高工学校外头设有一处公车站牌 但是因为瑞芳地区多雨 同学们等车的时候都会收到风吹雨淋相当的辛苦 去年市议员林毅齐他特别争取经费 设置了一个全新的后车亭 目前也已经完工启用了 不过当地里长表示 后车亭虽然已经开始使用了 但是却一直都没有来电 导致夜晚后车亭这一边都是漆黑一片 去年议员在瑞芳区争取新建两座后车亭 瑞芳高工因为长期没有后车亭 只有公车站牌 因此今年初也完成新增 但因覆定不足 只能建置在人行道上 不过跟以前的后车环境相比 真的差很多 很感谢新北市政府在这一个一月份的时候 连市民广场跟这个公车亭 可以再如期的完工 可是完工的时候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固装的地方 它这个地方坐的高大概是15公分 而且它一个四方的立方体 那这个会在等车的时候 会造成这个后车的人 如果这个人多的时候 会造成拥挤会有危险 那我有去比照过这个市民广场 跟我这个后车亭 事实上两个的设计不太一样 只有我这个地方是立方装 不过里长就说瑞芳高工学生很多 每天等车的人也不少 现在后车亭建置完成 相信可以给学生和当地居民更好的后车空间 但后车亭迟迟未通电 导致夜晚后车安全有疑虑 因为你一起用这么久了 而且这个地方常下雨 那晚间如果有后车的乘客在等车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照明的亮度是有危险性的 那这部分真的是已经跟交通局反应过 完全都没有人来做任何的说明跟回复 这个我会觉得是这个 已经立意良善的东西却没有做好 的确不太能让人家接受 未来再发文邀请这个交通局协助 赶快来把这个电的部分赶快弄上去 那之后呢我们会邀请交通局这边协助设置 那个公车动态资讯系统看板 那让方便这个民众在等候公车的时候 减少他的焦虑感 那也可以知道 大概还有几分钟公车就会来 我想这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服务 我们公所会继续来协助 区长表示因为申请用电流程繁复 时程可能会拉的比较长 目前也将行文交通局尽快申请用电 让后车停设施能够更完善 介乘为瑞芳采访报导